高雄市沿城区有公庙举办庙会绕镜 结果引发民怨了 不止沿途释放鞭炮 产生了浓浓的烟雾 还有非常吵杂的声响 甚至在活动过后呢 路面还留下了好几处白色的痕迹 以及鞭炮的碎屑根本没人清理 当地住户气得把画面PO上网 而目前环保局将会进行开发 鞭炮声不绝鱼饵 整条大街都被染上热闹气氛 好几公尺红色鞭炮 在地面施放 伴随浓浓白烟直窜天际 庙会活动涌入大量信徒 共襄盛举 只不过热闹过后却留下大量垃圾 庙会绕镜过后 经过了好几天地上的残骸 依旧清晰可见 也引发附近居民不满 重回现场鞭炮碎屑 不仅堆积在路旁 白色痕迹也在路中央没人清理 事发在高雄延城区 20号下午当地公庙举办绕镜活动 长达5个小时 沿途燃放约50公尺鞭炮 农烟笼罩大街 不仅鞭炮声 让附近居民相当困扰 甚至还有住户 停放在家门口的轿车 惨遭波及 尽管庙会绕镜 久久才举办一次 但引起居民不满 现在环保局也将出面调查 依产生明显地状污染物 并散布于空气中 将依违反空物法高发 宫庙放鞭炮 造成空气污染 最高可罚10万元 虽然节庆民俗活动 属于地方特色 但制造大量垃圾不清理 噪音扰民 恐怕声明也不乐见 接着陈北军成衣于高雄采访报导